在你贫穷时,愿意嫁你的女人 当你贫穷时,有个女人愿意嫁你,才能彰显出真爱 要知道,并非所有的女人都有和你一起吃苦的勇气 也并非所有的岳父母都能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 此类期,不但肩负着和你一起打拼的重任,还帮着你生儿育女 二,在你事业低谷时,对你不离不弃的女人 每个人都渴望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然而终会有人在某些时刻遭遇人生低谷 这时,那些狐朋狗友终将选择远离 当初因看中你的钱和你私混的女人,也会远离 只有真爱你的女人,才会继续不离不弃 如果你遇到了这等女人,一定要好好珍惜 三,在你父母生病后,愿替你尽孝的女人 男人这辈子最割舍不下的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 尽管如此,又有几个男人在父母生病时 能够安心地守在父母身边 也就是说,很多男人对父母的感恩也不过是过过嘴瘾 为此,娶一个贤惠的媳妇,就可以帮自己弥补这份遗憾 在你父母生病时,你妻之所以毫无怨言地替你尽孝 完全是处于让你安心工作的考虑,也是爱屋集屋的表现 为此,此等女人,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四,在你晚归时躺沙发上等你的女人 男人有时需要所谓的自由,下班之后找狐朋狗友乐呵一番,也是不错的调剂 然而男人永远不知道自己逍遥的同时,那个深爱你的妻子却十分挂念 他不想给你打电话,是怕引起你的反感 为此,也只能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二,直到你回家后,她那颗提着的心才会落地 五,在你叹气时,时常鼓励你的女人 男人多数争强好胜,但是并非所有努力打拼的男人都能得知 当自己的努力得不到肯定时,男人通常会一声泰息 甚至会悲观地认为与其辛勤工作得不到认可 还不如坐一天和尚壮一天钟 这时,目光短浅的女人会迎合你的想法 不想毁掉你人生的女人,会给予你正能量的鼓励 并想方设法将你的悲伤转换为动力 为此,当男人娶了一个乐观积极的老婆时,请学会珍惜 六,在日常生活中,总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的女人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但是美需要资本投入 对于工薪阶层家庭,女人又怎敢负责貌美如花 会有一些女子在日常生活中放弃了美的追求 但是却舍得为自己的丈夫买衣服 因为他们觉得丈夫是一家之主 在外打拼,行头很关键 此等女人也会在做了稀罕饭菜或亲友送来好吃的时 给丈夫留一份 此等女人随时都会做到心中有老公 对于此等女人,男人若不珍惜,等于眼瞎 点个赞,再分享出去嘛,爱你哦 精彩视频嘛,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再选择公众号,输入FG2Y88 搜索后选择如意富贵,再点关注就可以了 别忘了,别忘了是搜索FG2Y88